大家好,何大米講這些,今天講大時代 大家有沒有覺得特朗普有這次丁蟹? 真是挺有趣的,不過我今天不是想講他 而是今天是2020年3月10日,記入史冊 因為這幾天世界大戰 首先,多謝網友和客人問我 因為最近經常拍片,不是傻嗎? 拍片,不用工作嗎?是不是生意不好? 生意都不錯,多謝各位 所以為了慶祝,二月份生意不錯 我就會把Patreon的戶口開放 大家不用做會員都可以看到 有少少跟投資有關的東西,免費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個連結 有興趣可以按去看,沒有興趣算數 大時代,現在還不是大時代 你看看,這幾天的資本市場 杜瓊斯跌了7%又再7% 因為7%是有個熔斷機制 另外,Patreon PoE 就用最短的時間完成了10%的下跌 不得了,這是紀錄 恆生指數由高位28,000點 即是成人節之後那天 跌到現在25,000點 其實已經回彈了少許 已經3,000點了 2月15日到現在幾日 3月幾日很快 當然最誇張的就是債券市場 美國的債券,資息率 整條Yield Curve都低於1% 真的行股未有 我這麼大孩子還沒見過 之前說它Inverted Yield Curve 利息率倒掛 其實都已經不是最誇張的事 整條Yield Curve跌低於1% 是從來沒見過的 借錢給美國政府 這個信任的夥伴 借錢給它 它是給1%都不夠 一年 連續30年都是這樣 即是被人找病 找30年 繼而導致,其實金價也大升 因為黃金作為投資產品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它沒有利息收入 跟其他產品不同 它沒有利息收入 只是一個漂亮字 這樣放在這裡 所以現在利息差不多是零 黃金在沒有利息收入的缺點 就變得不太明顯 Yen也升 Yen也是沒有息的東西 以前是不買它 因為沒有息 現在大家都沒有息 所以就找它來買一下 哇,能源市場才可怕 能源市場主要說的是原油 原油 原油在美國的交易去到36元 一跌幾天之內跌兩成 升兩成我聽過 跌兩成 跌兩成是什麼事呢? 原來俄羅斯跟阿拉伯 已經吵吵吵 價格戰 一個說要減產 一個不肯減產 我等錢花,我還要減產 你什麼計算 減產呢? 價格是頂得住 頂得住 就可以賣貴一些 俄羅斯說 太傻了 我現在要現金 還和你玩這些嗎? 跌一兩成最高興 我都不知道是誰 有人說航空公司很高興 我不覺得它高興到哪裡 原來有六七成的飛機都在地下 有些人說 駕駛的那些很高興 原油價格和成品油有兩回事 其實原油本身是很多生產成本 但不是想像中那麼高的比例 所以原油價格向下 基本上對大部份商品的價格 最終消費者的價格 影響是很小的 因為這件事主要來自一二月 中國和亞洲區 訂油的數量減少 跌了的量減少 兩三成 大家都不用泵那麼多出來 但不行 一定要泵 一定要泵多些 不是等資金 委內四拉 伊朗 以至俄羅斯 那些國家 如果沒有了油的話 其實都想不到有什麼 其他經濟 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 不是因為經濟蕭條 或者經濟循環 接近衰退 所見到的 它會不會引致經濟衰退 或者衰退 就是另一件事 傳統的經濟蕭條 或者衰退 就是來自一個經濟循環 循環運作到某個點 大家都過份樂觀 借錢 借很多錢 然後做一些 平時都不會做的投資 平時不做的投資 因為怕輸錢 以前成本季就不做 現在的錢越來越便宜 那就試試做 顏外又好 什麼都賺錢 就借給你做 做到這樣一刻的時候 利息就開始升了 然後生意做得不好 就要賠本的時候 就開始引致經濟衰退 所以很多時候 就跟借貸有關 這次的問題 就包括股市 債市 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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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實物 能源等等 這些 基本上 是跟那個 借貸是沒有關係的 也都不像兩次的原油危機 忽然間油價上升 導致有很嚴重的通貨膨脹 導致貨幣系統頂不順 要改制 改制之前 當然會有一個經濟蕭條 這次的特點 除了是資本市場和借貸市場有問題 之外 連那個人流物流都有影響 人流已經很明顯 因為抗疫 全部封城 封到意大利 意大利有四分一地方 已經封了 意大利 你不要看它 只是吃到意大利 其實在歐洲的經濟都很重要 歐洲好像排第四 意大利 法國 德國 基本上它們之間是沒有任何的邊境 沒有任何邊境 所以 你就算封了意大利 我也不知道怎樣封 英國佬退出歐盟 大家都在想 會不會在北愛和愛爾蘭之間 建立一個硬邊境 未討論完 現在意大利就說要封城 意大利那道邊境 我也不知道怎樣搞 除了資本市場 投資市場 很明顯的波動之外 人流物流 是沒有辦法流動的 然後 去年又有個中美貿易大戰 又有一些意識形態的大戰 其實這件事不像經濟蕭條引致的問題 反而反過來是像打仗 有沒有想過打仗 現在跟打仗的情況差不多 因為打仗同時間 第一當然是經濟生產 工業生產會會稍然減少 因為要走去做軍需 或者工廠被炸毀了 第二就是人流物流是中斷的 以前關常以為可以做到的人流和物流 因為黑天鵝突然間要中斷要改變 大部分的飛機有六七成 聽說已經在地下 特別是亞洲區 第三 忽然間多了一些意識形態的衝突 所以我看現在是像一個 或者是幾件的黑天鵝事件 忽然間影響到經濟 而不是經濟本身運作出問題 導致的Depression 黑天鵝事件當然最明顯的就是中美貿易戰 然後又有肺炎 這也跟中國有關 接著就影響到俄羅斯和阿拉伯之間 因為油價的關係 然後又影響到債市本身 我想我就不會再重複那些數字 指數升跌多少 有些大家可以上網就看到 我覺得這件事既然不是經濟周期引致的Depression 或者經濟的衰退 我們應該用另一種分析方法 例如今次我覺得是在打仗 不是有人跟你打仗 而是經濟的後果是在打仗 我們應該用一些以前打仗的時候的經濟 第一就是總動員 第二就是打完仗之後 無論誰贏或者有沒有人贏都好 他都會有一個新秩序 因為打完仗之後 大家要坐在桌上聊 不然怎樣算是打完仗 通常新秩序會由打仗 有挑戰者 挑戰者成功與失敗 有兩件事 如果成功的話 他負責抓旗 如果失敗的話 他就要負責付出台價 無論如何 新秩序可能 如果對西方來說 他希望盡量減少對亞洲區的生產方面 產能方面的依賴 對亞洲來說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在戰後的討論之間 可能會自己建立一套 垂直的Integration 不需要再靠市場 在外國 我值得說一下 昨天 歷史的大件事 華爾街有個Circuit Breaker 即是熔斷機制 華爾街很少用這個系統 所謂Circuit Breaker 就是87年古災之後 產生的 當時就說 你們搞電子交易 電腦交易 整個program 又不夠完善 個個都用差不多 差不多 那些input 就是市場的狀態 如果忽然間 有些東西 引致大跌的時候 大家一起再沽 再沽 再沽引致大跌 大跌再沽 一個正回饋的情況 就影響到市場 跌不停 87年一日之內跌了二十幾% 所以就說 不如這樣吧 這些傢伙電腦又不精 學人用電腦 我們就整個叫做熔斷機制 Circuit Breaker 如果跌了7% 怕你應該停一停了吧 停一停 想一想 看看插梳是否需要拔掉它 用人手頂住 但到今時今日 老實實 AI取代了人老 AI比你聰明 如何需要15分鐘去考慮 是否可以繼續沽 其實Circuit Breaker 已經沒有實際的作用了 反轉 現在大家說一些 不是很專業的東西 就是 Circuit Breaker 融轉機制 讓大家冷靜 反轉去買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人 想著賣股票 哇 翻賞道路賣股票 100萬股票 想著拿出來賣 賣了50萬之後 停了 跟著呢 停了怎樣 他要再賣 停了之後 他會想一下 不賣了 我還是買回來 會不會 15分鐘絕對不夠 十五年差不多 今天講幾件事 其實主要就是第一 我們今天就不是在經濟衰退 或者是蕭潮裏面 而是一件 幾件 或者是很多件 黑天鵝事件引致的經濟災難 而經濟災難 如果要分析的話 是應該用 跟打仗有關的經濟學去分析 而打仗的特點 一定會很快打完 兼且今次這場仗 無論是肺炎 或者油價 或者是債息 都好 很可能今年之內 就會回復正常 因為不需要以前三年八個月 所有東西都快很多 所以有一次我還沒跟大家說 不如轉買債券 如果之前三月頭買的那些 都應該發達了 但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債市本身的波幅 將會持續 如果想著自己決定投資取向 真的要謹慎留意 你要做功課 今天都是廣場 下次再快點說 好嗎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